为了推展地方创生 帮助地方永续发展 普里镇公所 特别与晋南大学合作 透过立委蔡培会 邀请到日本 慈城县利坚市长山口申述 来到普里镇 举办经验交流的活动 晋南大学副校长孙童文表示 为了配合政府 推动地方创生 也由晋南大学向中央提报 希望由大学来做 地方创生的智囊 再由工部门下去推动 也能够让地方 不论是产业或是经济 都能够更加的发展 晋南大学希望一直扮演的 一种协力赔力的功夫 的一种角色 希望透过我们学校 在了解地方上面的 实际的需要的情况底下 能够在我们的课程上面 在我们的人才培训上面 能够强化 能够确实针对地方上的问题 能够予以解决 在跟政公所的相互配合之下 我们目前为止这个案子 已经提升出去了 已经提到国发会 应该算是全国当中 相争事里面算是比较早提出来的 那我们也持 晋南大学会持续的扮演这种公共部门智库的角色 县议员叶正创表示 地方创生必须从基层及民间的力量 慢慢的来发展活络 也希望借由日本成功的经验 能够吸引更多年轻人返乡 帮助地方的发展 我想地方创生其实就要从基层 从民间的力量 从地方的乡镇事工所来驱动 来发动 来慢慢的使地方基层的火力能更活络 我非常想要了解 日本在这个议题方面的创始的原理是什么 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的工作 日本的日本人做事是非常细致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想要来学习 想要来看看来日本的经验 希望台湾的地方创生 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也能回到我们的故乡 我们的埔里 我们的人爱 我们的国性 让我们的地方能更多元的发展 副议长潘一泉 也希望在推动地方创生计划上 能够由产官学三方面来共同合作推展 并且能够充分展现地方特色以及产业 让地方能够活络 帮助地方产业经济的发展 记者称为伊普里采访报道